那么既然交易量这么低呢,为什么价格不低呢,因为房产商也不想跌价,地方政府也不想跌价,银行也不愿意自己抵押,跌价,那老百姓买了房子也不想跌价,如果我买的房子是10万平方,结果现在同样这个地段房子变成8万7万,那老百姓去年前年买的就会炒起来,那在这个小时呢,大家都不想跌,都不想跌呢,他没有交易交友好无事,价格跌在哪里,所以前两年其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么跌价,那么跌价是谁大破的呢,就是法派。 大家好,本频道一直对中国的房地产持看空的态度,毕竟没有哪个国家靠炒作房地产进入发达国家的,很显然,到今天房地产已经走到尽头了,当然,看空中国房地产的也有很多人,这两天也有一位大佬在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对房地产的看法, 就是全国知名经济学家,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,他表示房价已经达到天花板,并且讲出了十大理由,在这个中央权利救世的背景下,黄奇帆的讲话也算是一个深水炸弹了,大家点赞关注,我们看看黄奇帆说了什么, 黄奇帆认为中国的房价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下跌。 虽然像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这样的城市,有些地方都已经下跌了30%,但这还不是开始,他认为现在是一个有价无市的阶段, 因为相关的利益方持有者,不管是银行还是地方政府,还是这些已经拥有房产的人,都不愿意降价,所以他认为现在还是一个有价无市的阶段,真正对于房价最大的威胁是谁? 是法拍房。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,全国有四亿个家庭,四百万套就占其中的百分之一,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说一百个商品房的家庭里面,就有一个家庭深陷债务危机,他的房子被法拍无家可归,我们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才12亿平米左右, 2022年卖了13.5亿,2023年现在数据还没有出来,但是我个人看到11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,今年应该是到不了12亿平米,应该在11亿平米左右, 法拍房的数量就4亿平米,占到了总量的30%以上,因为占比太高,黄奇帆认为法拍房的数量只要占到20%,他的价格就会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引导, 他的占比太高了,他的价格就会对于这些新房和二手房就形成一种指导了,所以他现在认为就已经超过了30%的情况下, 他的价格绝对会影响到新房二手房的价格,所以他给出的办法是什么? 说地方政府应该在这些法拍房拍卖六折五折的情况下,应该出手去买这些房子,买这些房子干什么呢? 作为保障性住房,不管是租赁还是其他什么人才安置,作为保障性住房推向市场,推向社会, 黄奇帆说,我们现在保障房的面积只占整个商品房面积的5%,就只有5%的人住在保障房里边, 他认为在全世界来讲,这个占比都是有点低了,正常的应该是在20%以上, 你像香港都占到了50%以上,新加坡占到了70%以上, 所以我们5%的保障房的占比实在是有点低,应该正好趁着法拍房的数量这么大, 然后价格又很低的情况下,地方政府应该出手把它回购回来以后, 当成保障性住房,把我们的保障房占比提高到20%以上, 保障性住房大量的推向市场,因为说实话,房价再怎么降, 一定会有那么一部分群体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 他还是买不起,所以确实是保障住房占比太低了, 多提高一点是没错的,也别光让困难群体, 就是相对的普通的工薪工资不是很高的群体, 都能够住到保障性住房里边, 还有一个就是黄岐帆认为,我们现在的新房销售面积, 已经跌到了历史的底部,他认为不会再往下降了, 每年应该维系在12亿平米左右,是一个正常的数据, 我觉得2023年可能就跌破了12亿了, 2023年可能就在11亿平米, 我个人认为会跌到10亿平米以下, 黄岐帆是怎么算的呢?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卖出去的, 正在居住的是500多亿平米, 其实500多亿平米已经有点过剩了, 500多亿平米,100平米一套, 那就是5亿套,5亿套一家三口, 那就是15亿人,已经够15亿人住的了, 500多亿平米, 它是按照每年2%的折旧, 所以他说每年有2%的折旧, 就会产生出10亿平米的新的需求,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改善的, 结构性的需求, 他认为会维系在12亿, 就整个房地产的新房销售规模, 会维系在12亿平米左右, 但是我还是觉得面积是建立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, 现在的价格不合理情况下, 是销售不到这个数量的, 黄岐帆看空房地产的十大理由是, 第一,14亿人口是天花板, 在2022年, 人口规模竟减少了65万, 这个趋势会持续很长时间, 而且规模会扩大, 第二, 城市化率已经到了65%了, 等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75%, 城市扩张已经到头了, 第三, 老年化现在在加速, 2022年已经到了21%, 预计2035年会到达30%以上, 总结起来就是, 我们现在到了人口天花板了, 然后第四点就是到2022年为止, 老百姓作为投资的闲置房占20%, 尤其是90年代后, 新建的商品房在老百姓手里有300亿, 其中60亿平方是闲置的, 这都是抛售的潜在目标, 第五, 人均住房面积在20年是50平方米, 已经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住房天花板了, 第六, 这些年来总的房屋面积400亿平方米, 年度投资从2000年开始算, 到现在增长了17倍, 天花板到了, 第七, 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20年翻了四番, 第八, 微旧房和城市旧城改造,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, 已经没有大规模建设的需求了, 第九, 城市的学校医院也到头了, 第十, 房地产金融, 房地产负债率都在90%以上到天花板了, 按照黄奇帆的说法, 现在的房地产确实已经到头了,